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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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約了朋友犯罪 官堂地鐵走五分鐘就到 駱駝七大廈第一座 是朋友推介的 爸爸全 去OpenRise看過 他們是新開的 Comen幾不錯 一個餡包都沒有 我們去那晚是星期五的黃金時段 收費258元加1 我們有朋友生日 所以全單都有9折 這些食物120分鐘任食 帶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炸物櫃有六款食物 喜歡它用熱燈照著 保持食物香脆的口感 然後是冷盤前菜 白灼蝦 肉質爽實 新鮮 最豬手 朋友說不錯 青瓜都很好吃 新鮮爽脆 這兩款酥盒 不知道它的樣子精緻 味道還挺不錯 哥哥吃過這個三文魚包 他就說OK 200多元任食都挺划算 除了串燒 想不到還有那麼多其他食物 還有不同的醬汁選擇 涼拌小食 水果甜品選擇不少 油菜 蒜蓉焗生蠔 不過生蠔都比較瘦 蘑菇 蘑菇湯 中式牛柳 蒸魚 還有限定每人半份小龍蝦 不過是mini size 味道不錯 還有酥炸軟殼蟹 放在一邊忘了吃 吃的時候已經軟了 接下來是串串燒的食物 大約有三十多款 我和哥哥都吃過散藝的串串燒 限定十幾二十元一吋 印象吃二百多元都不會飽 所以如果吃串串燒的話 我會比較推介這些任食放題 不過兩個小時的時間 好像不夠厚 我覺得兩個半小時或三小時 就比較適合 畢竟燒食都要時間 這裡的食物 review的都算快 這一日我們吃的黃金時段 其實是最後一節 沒有的食物他們都很快會補上碟 海鮮網絡就一般 吃過大頭蝦但又沒什麼 串串燒其實我們吃的只是幾吋 但都覺得它的味道算OK 不會過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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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品櫃裡的選擇都夠多 雪糕雪條就是cocoberry 和雀鳥的牌子 有兩隻雪糕 好像沒有了 剛才那隻是海鹽 被人拿了 給我們 清了它的海鹽 是不是 雲呢那 雲呢那 原來是菠蘿椰子 原來 菠蘿椰子 頂不上 吃太多了 有荔枝雪條 有肚子 好 聽乖好吃嗎 是這麼多的 OK 這個是裡面廚房的環境 不知道 不是 十分好吃 新鮮 最重要是新鮮 想不到這個是炸菇 這個炸菇挺好吃 不過我拿了一塊 我想吃炸菇 這個 剛才是三文魚鮮 可以嗎 可以 但我很飽 我吃炸菇也飽 這些不知什麼盒 挺好吃的 這個不知什麼盒 這個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 我們結尾了 還吃嗎 很飽 可以 我和哥哥都太懶了 所以我們專攻不用燒的食物 半邊自己燒 半邊自動轉轉轉 超方便 無火燒烤 但熱力夠猛 夏天炸著冷氣來燒烤 都幾爽脾 一隻海鹽味 OK OK 玩遊戲不少得獎品 我們想這班頭獎尾 在這裡 好難難 好難難 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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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歲 不能下場 好難 好難 開心的時候 覺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 拜拜 去到尾聲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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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啊 我剛才沒有吃 我都不輸蝕 正宗又吃又拿 這裡就是這裡的環境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五分滿分的話 整體我們會給四分 他是我見過年紀最小的Youtuber 拜拜 樂樂樂超人 拜拜 拜拜